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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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是一个有着社会等级制度的历史 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站起来把前面的人给推翻掉 当然现在中国我们要和谐 要和平 所以我们不用推翻 但是呢 现代社会也给我们创造了一种体制 这种体制就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可以和平的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 和甚至到过来为别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时我在北大学院想说 他娘的这个世界怎么那么不公平呢 凭什么他们什么都有了 凭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呢 对不对 但是世界总是发展的 你个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好了 我发现同学们 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说你愿意往前走 并且愿意走很长时间 也许你就能够走很远的路 我们一辈子同学们 你很难想象你自己到底能走多远 台湛就说 但是呢 走多远的前例是你愿意走 当然你在走的前例下 你走得越快越好 但是第四走不快 你只要往前走也能走到头 走到你人生可能想象不到的更远的地方 归途晒跑的例子 我们同学们再熟悉不过了 乌龟比兔子跑得快 实力现实中不可能 但是呢 往往现实中的事实 就是跑得快的兔子确实会睡觉 这个事实保密在什么地方呢 在大学的前五名同学 统计数据表明 在二十年以后统计 发现没有全班到数五名同学 更加有出息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典型的有点龟头赛宝的味道 很多就是学习聪慧的人 有两种的 第一个是觉得自己 哎呀 很聪明 已经找到一份好工作了 所以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努力 所以步伐就迈下来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学习很聪慧的人 处理身为问题的能力 有的时候会相对较低 为什么 他就专注在学习上了 到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 认为成绩就能够战胜一切 结果走进社会以后 发现这个社会要求的能力 远远不是成绩所能够代替的 他要求你有相当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 要求相当好的就是了解社会的能力 要求你有相当好的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的能力 这种能力都是在教科书中 里面和你的成绩不能代替的 那么那些成绩落后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在学校里受尽了污辱 而这一走进社会以后 这个社会给你的污辱将会更大更大 因此呢 他从污辱到更大的污辱 只是一个稍微一点心理调整 而从学校里的不断被老师赞扬 最后走进社会 开始受到社会的排挤 他会发现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你要爬上顶峰去看无限的风光 你要走向谷底去看优胜的这个溪水 我们拿假如说把无限的风光顶峰 看得出我们的成功 幸福或者是成就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低谷 低谷看得出我们的失败 我们的痛苦 或者是我们的绝望 但是同学们稍微想一下 你没有走向低谷 你怎么可能爬上下一座山头 人生永远是一座山头 一座山头 一座上连起来的过程 当然你希望自己的每一座山头 爬得更高 但是同学们 你就要看 有哪一座山是山头与山头之间 没有低谷的 因此你走向低谷 有可能是为了你下一步更好的成功 这就为了什么 你人生中可能出现的失败 痛苦 包括你的失恋 有可能是为了你下一次 更好的找到你更加喜欢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总而言之 他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没有所有的这一线 你的人生就显得太平淡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 这个人生以后 你回过来发现 自己人生总是充满了 低档起伏的浩荡大气 总是充满了这种 低档起伏的故事 和感人的这样的情节 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 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 尽可能 不是说天天充满惊喜 你不需要天天充满惊喜 其实把每一天分解开来 我觉得我的人生 有一点点低档起伏 因为遇到过很多的失败 也遇到过很多的成功 遇到过很多的跨离 也遇到过很多的痛苦 但是呢 你分解到每一天 你发现其实每一天过得 还算是比较频繁的 我说有一句话说过 一个琐碎的人 一辈子永远是琐碎 我们日子每一天都是琐碎 但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能把琐碎 通过自己的志向 凝聚这个伟大 就像水泥和沙子的概念一样 一个琐碎的人 永远只有沙子 没有水泥 所以终生都是沙子 但是一个人 如果有了志向以后 那个志向和他的梦想 和他的坚容不拔的意志 就变成了 变成了他的 水泥 放在他的琐碎的日子中间 加起来就变成了 你想造多高 就能造多高的一栋生命大楼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刚才说过了 就是你只要坚持往前走就行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叫做坚持下去 并不是因为我们坚强 而是因为我们比无选择 朋友们 你们生命的道路走到今天了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请问你有选择吗 你没有选择 你面对这么多的同学 这么多的朋友 这么多的家庭成员 你只有往前走 证明你比别人优秀 或者说证明你至少不比别人落后 如果你原地停下来的话 你永远最后只有失败 我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